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初次勘察现场 案情疑电重处 需要我们重新进行 棉判 警方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 我说这个要行刑的能够上手 让别人看起来 像是一个嚼势似乎 一个惊天秘密 最终才浮出水面 这个案子确确实实符合我们传统的法医竞争 《伪装者》 进说法即将为你播出 在沙洪公路多少公里处 是一个男的还是一个女的 这段有些模糊的视频 是2016年3月9日凌晨4点多钟 湖北省建立县公安局的交警 用手机拍下的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一辆摩托车倒在公路边上 旁边躺着一名满脸是血的男子 他的头部已经挨到公路 这个西车的边缘的 头部下面的就是一堂血迹 一辆红色的摩托车 这个向左侧倾挡 那个摩托车和这个人到这个楼上睡着 就像一个等号一样的两痕 交警在昏暗的光线下 对现场进行了初步勘察 法医经过鉴定后很快认定 躺在地上的男子已经死亡 死人身高1米65左右 年龄开上去有三四十岁 现场除了死者和一辆倒地的摩托车外 没有其他涉案人员和车辆 警方初步判断 这里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 死者应该就是摩托车的驾驶员 一种可能就是怕个单发事故 这个摩托车驾驶人 没有其他的车辆 或者人进行接触 第二种可能就是 有可能就是说有车辆 把这个人转到了 压了以后逃跑 就是逃逸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现场 位于距离湖北建立县城 近50公里的S103省道上 周围没有安装监控探头 看不到事发过程 交警赶到现场时 正是凌晨时分 一时也难以找到目击者 车祸是在哪个具体时间段发生的 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死亡的男子会是谁呢 这些疑问都需要通过 进一步的调查来解答 建立县诸和镇的王先生 是最先报警的人 平时他在镇上用自己的私家车拉客谋生 他回忆 三月九日凌晨三点五十分左右 一个客人打电话过来 说自己在另外一个镇上刚喝完酒 要求他过去接 于是王先生驾车出了祝贺镇 开上了S103省道 行驶了十多分钟后 公路边上的一个情况 让他感到有些异常 王先生表示 当时他以为这个人喝醉了 正躺在路边刑警 很快就会自己起来的 而且他急着要去接客人 没有停车 此后王先生 接上客人返回诸和镇 四点二十分左右 又路过了这个地方 这时他发现 情况比他此前想象的 要严重得多 王先生说 他看到躺在地上的人 仍是一动不动 旁边不时有夜间赶路的大货车 快速驶过 随时都可能发生碾压事故 于是他边开车 边拨打了110 报了警 事发的这个路段没有路灯 能见度很低 赶到现场的交警 只能借着警车的灯光 只能借着警车的灯光进行勘验 但具体死因还需要法医进行尸检之后才能最终确定 死者的面部都是血 地上有血 有的是肋部啊 肋脏啊 或者什么都有省上的 是不是 但是你的外表你看不清楚啊 倒地的红色摩托车没有悬挂牌照 查不到车辆登记的所有人 而从这名死者的身上 警方也没有能获知其他的身份信息 我们在清理他的身份 在他的身上呢 没有找到这个 能够证明他身份的 有效的证件 同时这个人呢 他身上连手机也没有 生物红红 这口袋里面什么都没有 在摩托车的旁边 散落了几粒碎片 经过比对 都是从这辆车上 已经破损的仪表板上 掉下了的外壳 此外警方还在现场 提取到了三件物质 分别是一把剪线钳 一把匕首 和一个手电筒 这些物品是死者的 还是其他什么人留下的呢 当时无法确定 只能先带回去 做进一步的检验 看照现场的时候 就非常仔细 非常仔细 应该不是把所有的 任何可疑的 这个物质 都要收集 由于现场找不到 其他受验人员和车辆 这起车祸的发生 就存在两种可能 不涉及其他人员和车辆的 单车事故 或者有肇事者的 事发之后逃逸了 那么到底 哪种可能性更大呢 我的这个事故心理 没得底 头脑当中不能够产生一个 比较清晰的轮廓 和一个正常幻想都没有 很天亮一点 接触天亮的以后的关系 把这个现场再重新的看一下 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近一个小时后 天色已经大亮 交警在现场展开了第二轮的 看眼工作 仔细查看过 现场周边的环境后 他们认为 发生单车事故的可能性很小 除了对周边环境的分析 警方的这个判断 还来自中心现场的另外一个发现 在死者倒地的位置 和摩托车之间 近两米长的路面上 有一条明显的血迹 这摊盘血迹不是连续的 有拖椅各的痕迹 这样我们就想 在什么情况下 会发生这种 这个血迹被拖椅的状况 但是我想可能 这个人呢 但是没有死 他还有一种求生的本能 别想爬 爬个紧 最后明年偷吃了以后 不得动的 是在这个位置 然而这个假设 很快就被推翻了 在血迹的旁边 警方提取到了几枚带血的脚印 如果这条有脱移迹象的血迹 是死者生前 自己爬行是形成的 那血脚印又是谁的呢 这个脚印通过比对 不是死者留下的 它说明我们民警 到到现场之前 有人到个现场 留下这枚血脚印的人 和这个案件 一定有着什么 七十万里的联系 报警的王先生曾表示 他两次经过 事发现场时 都没有停车 经过比对 脚印也确实 警方分析 在现场留下血脚印的人 很可能就是车祸的肇事者 而这个人 在逃逸前 应该突动过死者的身体 发生事故以后 第一时间 他可以下来看一看 看这个人 第一时间肯定想救了 把他往边上移动 移动的过程当中 发现这个人死了 害怕了 他不是要逃离 离开现场 警方反复勘验 疑点藏出不穷 现在就是关系的 如果他点过是这个 这个判 应该是三十两个 深入研判 案情发生重大逆转 那么交通事故都是偶发的 所以这一点很不符合 不符合常理 伪装者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根据现场发现的线索 建立县交警 更倾向于这是一起 肇事逃逸的交通事故 接下来警方的工作 一方面要尽快 确认死者的身份 另一方面 要全力追查 逃逸的肇事者 但是随着调查工作的 逐步深入 出现了很多新的疑点 而这些疑点 参照普通的交通事故规律 都很难解释得通 如果是车辆跑了 那么县城肯定会留下 好的一些痕迹 我们就以摩托车 这个我尸体 这个北中心点 把整个现场的勘察 向前后左右扩大 都麻烦了两个米的距离 就去观察 进行的 经过细致的搜寻 警方又提取到了警察碎片 经过比对 都是来自摩托车的影标板 但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找到其他 与车辆有关的散落物 而且在中心现场 及周边区域内 都没有车辆急刹车留下的印记 相比以往的车祸现场 这些现象都很不正常 随后警方又从涉案的摩托车上 发现了更大的疑点 摩托车在发生交通事故当中 正常的来讲 它一般就是 它的头颗部位 是摩托车的前灯 嘴部或左右 把手这些位置 出现省伤 但是这个摩托车没有 而且它省伤的部位 还非常蹊跷 车祸发生时 摩托车应该受到过剧烈碰撞 但为什么这辆车 除了衣表板破损之外 其他的部件都是完好的呢 这个情况实在有备常理 这个衣表板我们知道 它是在大灯的后面 如果说摩托车跟外界 跟前面有节奏 它的大灯没有损坏 这个衣表板怎么损坏来的 由我们分析 应该是从上向下 这个垂直用力 由此警方分析 摩托车在倒地前 应该并没有与周围的车辆 或者其他的物体发生过碰撞 至于衣表板破损的具体原因 暂时还不得而知 继续查看车辆 警方又有新的疑问 当时车辆倒在剃下的时候 它的点火的要是从转机状态 现在就是关机的 如果它点火是这个 这个方向 你看真正两个 当时是这个状态 它的摩托车是在空档的位置 没有挂档 没有挂档这个车辆是不可能行走的 即使滑动机是脱火的状态 它也不会行走的 它是可以转动的 现在就是空档状态 空档状态 空档状态的话 车轮是 它就不可能动 它就会卡死 就动不了 因为交通事故都是偶发的 且大部分都在运动当中 驾驶员 它没有这个反应的时间 来把档 来把点火开关 熄灭 把档位挂空档 所以这一点很不符合 不符合常理 根据勘察中出现的种种迷点 警方分析 当时摩托车并不处于正常的行驶状态 死者应该不是在驾车过程中倒地受伤的 由此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 如果这不是一起单车或者肇事逃逸的交通事故 那么案发现场的男子又是怎么死的呢 人命关天 交警大队的负责人感到事态十分严重 他马上去了刑侦大队 反映情况寻求支援 感觉作为交通事故还是很大的疑问 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交通事故的可能性 疑点很多 需要我们重新进行研判 到底是交通事故还是我们所谓的命案 确定性质以后 我们狼子然后按照我们 侦破了侦查的方向去进行破案 建立县公安局的刑警迅速参与到案件的调查中来 他们对现场和涉案车辆进行了更为专业的砍验 技术人员在摩托车上提取到了喷溅状的血迹 但令人疑惑的是 这些血迹都分布在车后轮的右侧和排气管的底部 狼子的衣服上面当时是有大量的喷溅状的血迹的 如果当时狼子骑着摩托车受到了转机 它相应的油线盖上面 它摩托车的座椅上面 它已会形成喷溅状的血迹 但是你看这个没有 形成这样的一个摩托车和狼子这样的一个关系 有可能不是因为撞机而形成的 经过DNA检验 案发现场的地面和摩托车上遗留的血迹都来自死者 警方分析 死者受伤时应该处于人车分离的状态 而且他在受伤的瞬间就已经倒在了摩托车的后轮附近 随后警方委托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 对涉案摩托车进行了检测和鉴定 结果显示 该车的确最近没有与其他车辆发生过碰撞 这时死者的事件报告也出来了 他的伤势集中在头部 其余体表部位都没有外伤 内脏器官也没有损伤 他死亡原因就是盾气打击头部 造成脑壶骨折 颅理出血 面前脑空中严重障碍也死我 因为交通事故是损伤的 疑似性的损伤比较广泛 不可能只集中在头部 不符合交通事故所导致的 一些损伤特征 根据死者的伤情 法医排除了他因为交通事故致死的可能 而且法医还认定死者头部遭受过棍棒之类盾气的打击多次 此人死于踏杀 至此 一起隐藏在疑似交通事故下面的命案 浮出了水面 行刺安全的命案 我们都是要求 不许跟迷雾 随着查出结果 对死者也是真正的 好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大伟教授 欢迎您王教授 你好 这起案件最开始看的 以为是一起交通肇事案件 后来真是发生了大逆转 成了一起命案 当然我觉得警方绝对不会是凭空推理的 他们是从哪几个关键点找到了证据 来判断这是一起命案的 我们这个现场勘察一定以事实为预计 以法律为准生 要以证据来说话 所以这个证据是非常重要 现场疑点很多 包括那几个脚印 踩在血迹上的脚印 对 那么这个就说明在现场当时除了被害人以外 还有一个第二个人 对吧 但是第二个人没有车 他不是交通肇事 他自己这车上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刮啊蹭啊 没有这些东西 只有仪表盘 仪表盘碎了 打个问号 打个问号 他仪表盘为什么碎了呢 还有一个更绝的事 他这个车在是一个熄火状态 是 是吧 怎么可能你开着开着车撞击的时候突然撞成熄火了呢 现场这个人死了 对吧 可是呢 看到他头上呢 只有一处钝气伤 是吧 那么身上没有伤 那么你想象我们一个交通肇事 如果是一个人死的话 他会现场打滚的 对 是吧 或者有剧烈的撞击 那么身上可能到处都是皮肉的擦上 不会是遗途上 那么这个呢 就是非常的让人起怀疑了 这个呢 就使人想到了一个词 叫伪造现场 是吧 那么咱们古代啊 在宋代的时候 有一本书啊 叫喜愿录 喜愿录里边有大量的精彩的 关于伪造现场的论述 喜愿录奠定了法医学的一个基础 也就是现在各国的法医学著作 开篇之首啊 大部分都有这句话 嗯 叫失之毫厘 谬之千厘 对 你有现场勘察 有一点点的披露 整个的这个侦查的导向 方向都都会错 所以这一点呢 这个案子呢 确确实实是说明干警了 非常认真 工作非常细致 符合我们传统的法医精神 建立县公安局立即成立着案组 对这起命案展开权力侦破 结合街道报案的时间和试点报告的结论 警方认定案发的时间是在2016年3月9日 凌晨4点前的两个小时以内 由于死者身无分文 身上也没有手机身份证等其他物品 警方认为不能排除是抢劫杀人的可能 第一个呢 就是围要现场 因为现场处于一个工作上 也是居民区嘛 围要现场 进行详细的调查这种方 挑一份我们看了 我们的财务的呢 问一下你当时这个事故的情况 听不清楚一点 我先听 都在睡嘛 当时晓不晓得 那这我的老公 都要回嘛 那咋我们一起站呢 案发现场不算偏僻 附近公路的两侧 有很多户人家 但案发时正是深夜 大部分村民都已经入睡 警方的走访 收效甚微 辨认过照片之后 也没有村民认识 遇害的男子 凶手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一时难以磨清 那么在接下来的侦破工作中 有一个环节就显得尤为关键 那就是尽快确认这名死者 究竟是谁 一个人 夜晚 那么晚的时间 才这个地方出事了 仅仅是七个摩托车 这个人不可能是很远很远的人 还应该就是周边 一两个乡镇 建立县地处湖北省中南部的 长江北岸 人口非常稠密 仅是临近案发现场的 两个乡镇 就有近十万区 要逐家逐户进行走访 查找师员 工作的效率太低 专业组决定 先从提取到的物证 入手查起 交警在第一次勘察现场时 曾经提取到 一把剪线钳 一把匕首 和一个手电筒 这些东西会是死者的 如果是的话 他半夜 带着这些东西出门 准备做什么去呢 通过技术检测 三件物品上都没有血迹 和完整的指纹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标记 无法就此生发线索 于是倒在现场的 那辆没有拍照的摩托车 成了排查的重点 我们要找到这个摩托车的车 甚至要找到这个摩托车 它的特点 跟其他摩托车不同的地方 因为它没有拍照 没有拍照 我们就把这个摩托车 拍了一张完整的照片 警方在临近案发现场的 两个乡镇 对涮摩托车及车主的情况 展开了摩托 不久后 一家修车行的老板 认出了这辆车 他看到照片以后 认出了这一个摩托车 他说 这就是在我这里修过的一个摩托车 问问你 这个摩托车 它本身是卖的这个摩托车 一般修摩托车的 每一个师傅 它都有自己的水平 它一眼球能认出来 它这个皮质 跟别的皮质 或者有区别 别人使用的是海绵皮 它使用的这是个传输板 这个东西很老 换上去以后就误顺 摩托车坏了 它都不会坏 这位老板介绍 在他们的乡里 这种型号的摩托车 虽然很常见 但车上的挡风板 肯定是在他的店里加装的 他又对死者的照片进行辨认 说几个月前 就是这名男子来修过车 这个人他认识姓李 就住在他附近的一个村子里 经过进一步走访 一名姓公的女子证实 死者正是她的丈夫李庆 李庆的妻子说 3月8日晚上21点30分左右 丈夫骑着这辆红色的摩托车 出门后一直没有回来 给我看那个照片 我觉得整个人都不行 就知道是我老公出事 死者的身份终于确定了 那李庆会是被什么人杀害的呢 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 抢劫杀人 情杀和仇杀 这几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 李庆的家庭状况和失败关系 以及他生前最后几个小时里的活动轨迹 这些都是接下来警方要着重摸清的关键线索 本来我跟我老公就是三年好的 就是说出去打工去了 还要过两天就刚好12月 我们就准备动手 没想到他提前就出事了 李庆遇害时40岁 他就是建立县浙木乡本地人 他和妻子结婚已经十几年 两人生育了一双儿女 2000年时 李庆因犯盗窃罪被判处了一年有期徒刑 妻子说 丈夫虽然曾经犯过错误 但他出狱之后一直安分守己 对这个家庭也尽职尽责 就是从来不会再做什么 那个坏事啊 犯法之类的事啊 这些他绝对不会干 他说 那打死我 我也不会去做那样的事 曾经他们夫妻俩常年外出打工 两个孩子都放在家里 交给李庆的父亲来照顾 但2014年老人生了重病 两口子在一起从外地辞工回了家 他一病 孩子就没人带了 所以就又回来了 在他那时候病得很厉害 他病得不能起床 生活不能治理吧 妻子说 他们两口子在外打工时 每月的工资加起来有七八千元 家里人的日子过得挺舒心 但自从回家务农之后 收入一下子少了 而且老人的医药费和孩子上学的开销都很高 很快他们的手头就很紧了 像去年我们在家为了孩子读书 我们都借了一万块钱 在家里 因为甜蜜只能供自己一个嘴巴吃 所以其他的开支来源的话 就靠借一点 李庆的妻子表示 由于自己的体质比较虚弱 平时地理的活都是丈夫一个人干 这让他很不忍心 之后老人经过治疗 调养 病情逐渐好转 2016年春节刚过 他们夫妻俩商量 在一起出去打工 多赚点钱 可是他没有来得及动身 李庆就出事了 这个噩耗让一家人陷入了无尽的悲痛 本来这个家庭生活来源 就靠着他一个人 现在他没了 教我们的生活怎么办 谁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 我都不相信了 我都是这么一个日子 我的日子对我很有良心 我说的话你们也不怎么 还是良心还是好的 多方摸牌 凶手动机难以确定 我的日子不可能会得到 要看监控 车后座上的男子究竟是谁 伪装者 近日说法继续播出 在走访中 侦察员了解到 虽然李庆家的经济条件不好 但这家人相处得十分和睦 夫妻关系很融洽 没有什么大的矛盾 警方首先排除了 他死于情杀的可能 那么李庆会不会在外面 与什么人结了仇 遭到报复而遇害呢 对于警方的这种推测 李家的人马上表示了否定 我老公从来也不会跟别人闹矛盾 无论是说谁 就算你的一个陌生人 他也不会那样 他到街上去玩 别人都是说我老公很好脾气好 我的日子不可能会人家走的 对于李家人的说法 警方也在外围进行了核实 不少村民反应 李庆为人老实厚道 几年回家务农 整天埋伏干活 在村里的口味不错 他们想不出有谁会下死毒手 但侦察员同时也摸到了一个可疑的情况 这个使者与他们为这个经济上面发生了矛盾 发生了纠缝 2015年时 李庆因为家里生活困难 曾经向一些村民借过钱 总计有一万多元 春节前其中的几个人登门来讨过债 当时双方闹得不太愉快 会不会使这些债主里的某个人 由于钱没要到手之后起了杀心呢 经过调查 几名怀疑的对象都有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 他们不可能直接作案 接下来警方的侦察视线转向了李庆遇害前的活动轨迹 据李庆的妻子回忆 丈夫最后离开家的时间是3月8日 也就是案发前一天晚上的21点30分左右 大晚上的李庆出门是要去哪呢 这之后他有和谁在一起呢 妻子表示春节前后一段时间家里的农活很少 李庆晚上经常出去打麻将 所以当时他以为丈夫又被牌友叫走了 也就没有多问 一个晚上都没回来 早晨起来我就给他打电话 电话就一直是处于关机 我只是想到也许他打了晚上打了牌啊 他只是跟朋友出去吃了饭喝了酒啊 去到哪里睡觉去了 我就没想到说发生什么事 据妻子回忆 李庆出门时带了钱包和手机 但是警方在勘察现场时 在他的身上却没有找到这些东西 难道凶手真的是屠材害命 实施抢劫之后杀的人吗 李庆家所在的村子 居案发现场有十多公里 警方调看了沿途几个路口的监控视频 这是安华前 2016年3月9号凌晨1点42分13秒 在炸木乡103省到166号166千米 中间路段的一个卡口 拍摄到的一组画面 这个骑摩托穿滑衣服的男子 是李某 是实责李某 这个监控探头去案发现场有四公里左右 画面拍摄的时间就在警方推断的案发时间范围内 可以看到在死者李庆身后还坐着一个人 虽然看不到脸 但从体型上看应该是一个男的 这个人是谁 案发前不久 他怎么会和死者在一起呢 仇虎的胖大 与死者一起外出的这个人 至少是一个执行人 是不是 这不是做犯罪嫌疑 最起码是一个执行人 我们春天 就是为了这个同伴 死者一起外出的这个同伴 展开的公共 警方分析 李庆身后的这名男子 很可能就是打电话约他出去的那个人 调取李庆的通话记录后 一个叫薛菲舟的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联系比较密切 我们经常有些晚来的关系 我们进行调查 接着这个确定 这个当晚三月八号晚上呢 约死者一起外出的 这个叫薛菲舟 50岁的薛菲舟 住在离李庆家不远的另外一个村子 从1991年起 此人因犯盗窃罪 抢劫罪 先后两次入狱服刑 其间还因为越狱逃脱被夹刑 一共坐过18年老 2009年才刑满释放 警方发现 2000年死者李庆 因犯盗窃罪被判刑时 同案犯理就有这个薛菲舟 同时李庆的家人也承认 他俩很早就认识 而且关系一直不错 薛菲舟还来我家里吃过几次饭呢 平时我觉得那个人挺老实的 因为他没读过书 那个头脑赚的不是很快 比较笨笨的那种嘛 农村里的 案发前的那个晚上 薛菲舟到底约李庆出去干什么呢 现在这个人又在哪儿呢 警方拨打了他的电话 已是关机状态 经过走访 薛菲舟第一次坐牢之后 妻子就带着孩子改嫁了 亲戚们也陆续给他断绝了往来 薛菲舟现在的去向 他们都不清楚 工作啊 生活啊 为了他的这个这个情况 咱来调查 薛菲舟呢 这个 任意五年了 在家里面 跟他们本身的一个工头 这个做工 做了八个月 去工头反应呢 薛菲舟平时社会交往 社会关系很少 很少 但是呢 他有一个想好 工头说 薛菲舟平时 沉默寡言 不太合群 收工之后 很少和其他的工人 在一起玩 但他经常去附近的 另外一个村子 找一名女子 薛菲舟曾透露 这名女子叫邓兰 是他的女友 两人已经交往快三年了 根据工头提供的线索 侦察员很快就找到了 这个邓兰 但了解到的情况 让人失望 邓兰呢 不和我与薛菲舟的关系 但是呢 这个一口回觉 就是说 对薛菲舟经济的活动情况 不了解 经济美与还见诺面 邓兰几年前 丈夫去世了 就一个人独居 他说 2013年时 经人介绍 他认识了薛菲舟 不久两人就发展为恋人关系 但由于子女的反对 他俩平时只能偷偷地往来 邓兰表示 案发前正好是过年期间 家里的事情很多 他和薛菲舟已经很长时间没了联系 薛菲舟的女友邓兰说的是实话吗 在询问过程当中 侦察员觉得 他说话时有些吞吞吐吐 表情也不太自然 似乎有着什么难言的隐情 随后警方几次派人做邓兰的思想工作 让他打消顾虑 同时继继续从外围摸牌两人近期的交往情况 不久 邓兰主动找到警方 说要提供一个重要的线索 3月9号凌晨 这个天快亮的时候 薛菲舟跟他打了一个电话 两人约好 在一个城市在哪个门口见面 邓兰承认 之前他因为怕薛菲舟进行报复 并没有说出实情 据邓兰回忆 当时薛菲舟骑着一辆黑色的摩托车 一见面就提出要和他分手 他感到一头雾水 再三追问之下 薛菲舟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理由 追问的过程当中 这个薛菲舟就很不难犯 不说了 我杀人了 等我就问 你怎么打的 你怎么杀人了 他说我这个 就是你铁棍子 把他闹过 邓兰说 他听了薛菲舟的话之后 将信将疑 猜想 这个男友是另有新欢了 又不便明说 才编出了这么个荒唐的借口 但是看到男友的衣服上满是血迹 他又不得不相信 赶紧问他为什么要杀人 但是男友并没有说 薛菲舟又提出 当天是自己的生日 他希望邓兰再陪他吃最后一顿饭 薛菲舟呢 就起摩托带着灯笼 边走边缩 就走到那个长江甘铁上面 把这个带血迹的裤子 和换掉 所以这个将那裤子丢在 丢在把体边上 邓兰说 之后薛菲舟带他去了去建立县 近一百公里外的鸿湖市 两个人在街上逛了一上午 吃过午饭后 薛菲舟又把他送回到了建立县的家里 再往后 他俩就真的没有联系了 警方在邓兰的指认下 从长江大地边上的一个木棚里 找到了薛菲舟丢弃的带血的衣物 然后他通过第一位建立 确实是死者 李某的血 相吻合的 他就并一步建立了我们的血母 做完的重大嫌疑 实施抓捕 嫌疑人去向成迷 你跟我讲 他当然一把刀 是何原因 他对好友下了杀手 是不是真的你有那么痛过了 伪装者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薛菲舟现在会藏身何处呢 警方调看建立县各主要路口的监控视频后 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此人出逃外地的可能性极大 这时 邓兰又找到专案组反映情况 他说薛菲舟刚刚给自己打过两个电话 通话内容也就是打听家里的情况 现在什么情况 有没有人找我 首先第一个要点 就是把这两个电话号码 我们要找到 经过查询 薛菲舟这两次和邓兰的通话 使用的分别是洪湖市内两家小卖部里的公用电话 这两个位置都在当地的同一条街上 这是嫌疑人在阿法后第二天 在洪湖市行洪路 街上面闲关的样子 这个嫌疑人 上身是土黄色的外套 这个外套上面有一个毛领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显著的特征 这个人身穿 戴毛领的外套 骑着一辆黑色的日龙晚脸车 与我们的犯罪嫌疑人 其中相似 调看洪湖市的监控视频后 侦察员发现 薛菲舟多次出现在 他和邓兰通话的星红路上 专案组认为 他应该就是藏匿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 而且可能再给邓兰打电话 于是他们调集警力 火速赶过去展开抓捕 薛菲舟当时逃跑的时候 去邓墨家 他带了一把刀 自己改装了 用菜刀改装了 像一把杀剧包园的 那三十多公斤嘛 所以是带在身上 新红路位于洪湖市内的繁华路段 人员密集构成复杂 短时间内很难排查出结果 专案组决定在这个区域内展开严密布控 把参加行动的三十多名侦察员 分成八组进行昼夜的贬义对手 一定要强调三个安全 啥呢 第一个 人民群众的安全 第二个是我们呢 我们警察自身的安全 第三个是我们呢 办理自身的人的安全 就是必须我们要抱着我们呢 必胜自信 在这里有决心 有信心 把这个行业都抓到 要克服各种困难 2016年3月15日傍晚 蹲守已经持续了20多个小时 侦察员们都疲惫不堪 但大家紧绷的神经 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所有人在乎在乱 没有打本人 就始终演义 盯着 盯着什么呢 顾名电话题 盯着路面 18点11分 骑着摩托车的薛飞舟 终于在新湖路的一个路口出现 得到消息后 八组侦察员立即同时行动起来 悄悄的对薛飞舟形成了核围 那个市区里面的人的车啊 都非常非常多 比如说我们一趟 他发现我们才抓他的话 逃离现场时间呢 他会冲啊转啊 容易删刑到我一顿 在近国人最安全的情况下 进行抓捕 尽管侦察员在缩小包裂圈的过程中 十分谨慎 但是薛飞舟似乎还是察觉到了什么 所有人一面向他过来说 他路过一个小单位的门口说摩托车拐到单位里面去了 等前面的侦察人员走过 然后又拐出来被我们后面干来的侦察人员 一把直接从摩托车上面一把把他按下接上来 薛飞舟归案后很快承认李竞的确是他杀害的 至此这起疑似交通事故的命案在案发后第七天被成功告破 薛飞舟和李竞已经认识多年 而且两个人的关系一直很好 那么那个深夜究竟发生了什么 以至于让薛飞舟对李竞痛下杀手呢 薛飞舟交的这个三月八号网站呢 他们俩联系以后准备到我们这个建立县 那一个城里面去偷这个一个城里面的一个人要产班的呢 去偷电缆线 薛飞舟说三月八日白天 他们俩就商量好了晚上一起 出去盗窃 二十一点三十分左右 李竞接到他的电话后出门和他会合 薛飞舟表示李竞说他向别人借的几千块钱还还不上 最近债主催得紧 提议两个人一起出去偷点电缆卖钱 而薛飞舟正好手头也有点紧 马上就同意了 当晚他们俩一起坐上摩托车 四处寻找作案目标 可是天突然下起了小雨 他俩觉得不安全就没有下手 随后又去了一家大排档宵夜 几杯酒下肚 李竞就开始抱怨起来 怪债主不尽人情 薛飞舟说他们俩就这样在酒桌上吵了起来 觉得很扫兴 就提出让李竞骑车送他回家 一路上两个人借的酒劲仍然吵个不停 突然李竞杀住了车让他下去 薛飞舟说当时李竞先动手打了自己 随后两个人又扭打在一起 由于自己个子矮小比较瘦弱 很快就落了下头 情急之下 他看到摩托车上插着一根铁棒 就拔出来朝李竞的头部砸了下去 薛飞舟交代 他看到李竞挡在摩托车边上 一动不动酒就一下子醒了 他把李竞往旁边挪了挪 拿走了他身上的手机和钱包 又用铁棒砸碎了摩托车的仪表板 把车推倒 之后匆匆逃离了现场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 人可以犯错误 犯了错只要能改正 也是应该被大家原谅和接纳的 但人千万不能接二连三的犯错 特别是不能犯那种无法弥补 无法挽回的错误 在这里我们也要向建立县警方表达敬意 正是他们在办案过程当中 有着严谨的作风和执着的精神 才让这起伪装成交通事故的命案 最终水落石出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天说法 也感谢王大伟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